台味十足的貓老闆的路邊攤 將炸雞排 珍珠奶茶 章魚燒 壽司等店鋪立體化 小朋友化身夜市攤位老闆 大家玩得不亦樂乎 另外 牆上的開箱 每個紙箱打開都有驚喜 你要煮什麼 我要買香蕉的 老闆請給我一盒章魚燒好嗎 我要六顆 淋淋淋淋 淋淋淋 淋淋淋 我要那個芥末口味的 它是一個可以互動式的一個展區 可以這樣打開 讓大家觀賞 就是一探究竟它的一個箱形的一個立體書 內裡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會有貓老闆 以及它的一個創作的角色 在現場可以跟大家去做一個互動 建築系畢業的糯米 從事插畫已有十年 對台灣傳統夜市情有獨鍾 首度挑戰以空間為主 插畫為斧的沉浸式策展 將作品連接童年玩樂的記憶 帶領大小朋友在貓老闆的路邊攤中 體驗台灣道地的也是文化 書本的話它疊起來 它也是一個空間 那如果放大來看的話 它就像一個屋頂一樣 我就突然想到 那這樣的話 書本把它放非常大的之後 它就是一個店家 有別於一般的文字 它一樣也是可以閱讀的 只是不是透過文字的方式 來讓你閱讀一些 閱讀書本 而是讓你用視覺插畫的方式 來看這一本書裡面的空間 讓愛畫畫的糯米將作品放大 立體化 讓展覽不只是平面插畫 而是更多立體互動的空間 讓大小朋友跟著貓老闆 展開一場遊戲之旅 新唐人亞太電視 留言尋方雅賢 台灣嘉義採訪報導